好 请个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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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接着 昨天我们谈到 属于廉慈大师的 第3的 第7月的第3的 我们讲到2 那我们接着来谈 我之前一开始就有讲 你看 这个过去大德 他们在谈法 他们不像我们现在 有些学者 谈法 理论一直讲 但你不容易去感受 他们那种迫切的生死心 那种到位不容易 不然就是换换的说 那怎么说 他们自己本身 有这一份的体会 我不知道怎么说 包括我们看 现在有一次我到大陆看 那个岳飞 他那个出诗表 那个毛笔写下来 尤其最后 隔那么久了 还能感受他 那个智的 那个power 那个力量 就是当初他那种 很凯切的心 展现在他的那个 出诗表上 最后的 是他吧 不是不是 我就经常就接受 那个什么 岳飞的那个什么 不是不是 他后面 出诗表吧 是 诸葛亮 接受前面了 上次有一次讲 那个什么 天鹅虎也讲错 那是贝多芬的 那反正这个 我也不是很在乎 岳飞的什么 他有一个 是满江湖吗 我只是知道 那个词忘了 他那个字写出来 透出来那个味道 还是很强 没关系 亲戚不要计较 因为我这个记忆 也不太好了 只是那个味道 能透出来 你看那个主持大德 他们在谈话 同样的字 有时候我们现在 不容易去感受到 他们的修行的物实 就像我们前面 不是问他去参访 他有几句话 对不对 可是几句话里面 去透露出 他是把自家体认过的 切尽精实的功夫 叮咛开始 所以其实这些大德里面 我们就很容易去感受到 他们那种话语当中的 那一份真心 不像现在 其实有时候理论谈完 甚至有时候 你讲这些经 讲这个论 你自己都不信 你都不信的东西 为什么会讲 不像他们 就是如此信 所以 这些话语 就会给我们 有一种 说不上来 就是 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些人听不懂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 有些道理 我们不全然知道 但可以感受到 你那份诚意 你好像有一种意图 要带于我 做怎么样的自觉 都会有这种味道 所以我一直也跟大家提 就是说 我们平常在学讲 在做一些心得报告 不要再次贴 这个臭文字 剪剪贴贴 现在已经资讯太多了 你还搞这些 很辛苦 不管你讲好讲坏 至少是从你内心里面 讲出来 你看他们这些用词 他们其实文笔也不错 可是这里面 有带着一种 说法的朴实 又不是那种 只是堆砌一些文词 很漂亮 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有一种 很真实的现在力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 就是我前面讲的 学那个偶遗大师 最后的 学一有一番 普普实实的心肠 有一种很实在的 修行的心肠 否则这真的戏论 我现在觉得 世间人做梦 入了佛门 还做大梦 那不是悲哀吗 是不是 我们看 灰壁树叶为葬 意思树席死然 就是说 我们也有树叶的葬树席的 就会让我们怎么样 树席久再多生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当然这有些我都是节列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 必须受用于 只是我有时候 稍微透过我们在讲的 套一下我们讲的 像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在讲吗 我们现在修行本身 这个道心 是不是就处在 我们的业报生里头 其实你看 如果你懂的 其实就是这句话 你会发觉 就是在这里 你是在你的树叶的障碍当中 也还有你的树席 这已经形成阻碍性的 叫业障 那也有一种那种 席信造作 它会一直在窜息 你止不住的习惯性 我们真的 没有方法的话 用想的 没用 用世间法 因为所有世间法 还顺你的习 唯有佛法 才逆你的习 或者的话 我们如果身心 所有一切东西都还在顺这个习 即便你做多大的善事 依然是生死中的人 你必须要挺 所以你要找一个方法 逆它 要反过来 不要再滋润它 不要顺从它 乃至必须要把它转化过来 那我们现在的念火 就是这个方法 那所以这个念火方法 就必须具有 背离 背离这种习性的功能 或者你那个习 你念火的习 也还会顺着 冲击量你是有福报 可是生死习还在 所以我说 燕离 燕离才比较不会顺生死习 那我们现在讲 它是讲 素习久再多生 悼念死于今日 当然不一定是今日 多生 你讲说 我悼念又不是死于今日 你说你素习不仅多生 就是你稍微 你有没有听懂 你赚一点便宜 其实我们悼念 应该很久就有了 好吧 那就给你 好啦 你上辈子就有了 但我现在 如果你想要在这里悼念 想要赚点便宜 我就讲 你素习是无量解来 那我不是又被捞回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习性 我前面讲的 其实你发觉 我希望大家在学这个念火法门 应该越来越误实 你每一句火号 都必须能抗拒这个习性 你能抗拒这个习性 必须要逆这个习性 或者的话 你这个 我们在修行当中 你现在 我们讲说 掉入那个洪水当中 你根本连看都不看 一下就被冲走了 你必须要很坚固 所以 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不要想一时赢它 但你试着 有一种挑战之心 在这种狂流当中 不是外面 我就讲的是 你的生命贪着的习性 你看这句火号 能挡你多少习性 比如说 你有时候念火 你试看看 我知道我会打妄想 我就在这段时间 我阴重的心念火 我看我能挡多久 我们平常就这样吗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种挑战之心 因为我们就一直念 经常少于有这种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 很单纯的就是念火 但我现在是多了一个了解 什么了解 我正在抗拒 正在转化我的众生习 我多了一个这样的绝招 那我试着开始 在用功念火的时候 还多了一个角度 看我功夫多少 今天也是一巴掌就倒 那个力量太弱 你偶尔在念火的时候 我试着看看 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念 我在念当中 一直看看 我同时看看 我的身心起伏如何 看看我这个佛号 能在这样的一个 狂流当中支撑多久 因为我知道大概不容易 那我试看看 我有这种自觉 我知道不容易 但我也有这种勇气 怎么样 试着开始怎么突破 我希望这次一下子就被冲走 一下子就被冲走 后来有点站稳 站得起来 然后又滑倒被冲走 后来稍微可以站久一点 然后就被冲走 再试 再试 有这种不断的 你看那个鲑鱼 鲑鱼你看那个袍 那个实在是 你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流出去 在大洋当中流一流 然后到时候到了 他们自己可以游回来 知道地方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 GPS还是怎么样 咚咚咚咚就跑上来 然后逆流 一直拼拼拼拼拼 然后到了残卵石了 这样就一直冲一直冲 你会看到到处都是 很多鱼就一直冲 一直逆流而上 你看它有时候 那个水比较重 比较强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被冲走 然后看它一直 再过来 然后就被冲走 然后就一直冲 然后就这样一直冲到源头 它是这样的 你会看到经常就逆流 就是被冲下去 然后就冲上来 冲 嘿 他们如果那时候知道念火的话 嘿 它就不会当鲑鱼了 对不对 可惜 它灵验去冲那个无聊的 绕了一大圈 然后冲冲冲冲 就去还原下一代 然后就死了 如果你那么会冲 你就一直冲 一直念火就像这样 所以学归于法 我们现在念火法改为归于法 归于念火法 是不是 这个好像怪怪的 有用就好 管那么多 试着站在那里 佛号顶得住 看能不能改变你的习心 这样 这个突然跑出一个归于念火法 这个蛮有创意的 也没错 可以不错 但我的意思其实它就具有这种 这个弃而不奶 不弃 不弃 就一直在往上的一种冲刺 这样 你看 孤君未胜 勤敌 这个强敌 你自然也 你现在打不赢 自然的 所以不要随便 我现在不错 正常的话应该不是这样 你有的话是偶尔给你糖吃 但不是这样 你正常的话应该不太容易 我希望大家用一种很实在的心 不但是定中将念 乃至动中你那一份抉择的心都在 就像我中午跟大家提的这样 功夫是在动中里面检验的 因为你大概是都动中死的 你很少打坐入定的时候 那时候死这个机会太少了 都是动中死的 所以我看你还是从动中点 把静态的修行功夫 然后就是说刚才讲那个归于念佛法 挡看看 好 你再把这个 之前你是你打坐的时候 这挡什么 挡你打坐中的念广想而已 那你现在是要挡 现实眼耳鼻舌声音 面对六层的那个什么 那个逆流 我常讲就是内密菩萨行 你还是跟人家虚寒问卵 问应对 可是你这种当中有一种 虽然成就六度 但一切功德皆回向进土 这样的想法 你看你这一天能挡他多久 是不是 这个功夫就你自己知道 不过隆天父知道 他知道这个在用口 所以理自然也 你一下你这个孤君 才修台多久 像我们现在出嫁个一两年 一事一夫念火一新 你这样也会让很多人基督的 对不对 我们的三十年都还没搞定 你两年就这样 你这样有时候不要随便跟我们讲 免得我们脆弱的心理会受到伤害 修了那半天没得到 你这样一入门就可以 当然人家虽然出嫁一两年 说不定舒适就已经修得很好了 这个有时候不能看 只是说我要讲的道理就是 不要轻易看 没那么容易 但也不是功夫 功夫也不是说都累积不成 他就是这样累积 只要你踏实 务实 真实修行 前面所说的 久远不退 势必办意 所以我一直 最近一直稍微有点比较空闲 一直在想 这个就像祖师大德他讲的 我们就会想说 再务实一点 再务实一点 不但是面对现在的因缘 还要面对以后的因缘 面对活教如何助持的因缘 面对未来你想生生世世 度化众生的因缘 这中间必须要有断然的智慧 就是很清晰的很明白的这种抉择力 还有那种意志力 或者的话我们经常在人情事故当中 把这一生给完完了 真的 就这样完完了 你想想当初何必 一想到当初那何必 我希望后面不要再讲何必 何必当初 当初何必 做那个无意的事情 难有交代 所以你看 久了 为什么 久也不一定 我经常又要给祖师加个暗语 久饮不退 势必半饮 但这个不退要加个意思 如果你只是形式上的 一直在这样念念念 没用 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前面那个偶遇大师 或是那个子伯大师就谈到 有多少人到最后念一辈子 到最后没用 是不是 我们必须要前后会通 这个不退 就是你那一份心厌心 一直都逐步的在增长 只要你不退 我不是讲说那个橡皮筋 我不是讲那个橡皮筋 拉拉拉拉拉拉拉 只要你不退 他一定会弹性疲乏 对不对 只要你退 就归零了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 我们以前拉七天 第八天吃完冰淇淋 你啵就回去 我就没了 之前拉十四天 拉回去 弹性有点比较松弛 现在四个拉三十天 看能不能让他疲乏 那我想还是不容易 最好是天天拉 反正我就不放 非得让你弹性疲乏 是不是 那一放 弹不回去了 因为他已经 这个弹性已经死了 当你把他丢到市场里面 你才不会东张西望了 看到很多世间 好好坏坏的东西 心慢慢仔细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就真的 世间那种轮回的那种冲力 已经弹性疲乏了 辞论 则无问在家出家 勿心则矣 有没有道理 其实就是一种 佛法 因为颠倒心照做说破的 所以我就讲说 其实你看 廉慈大师是不是也同样这个道理 我们要是不是 对世间 这个对世间的一个深刻的觉悟 这个觉悟 有时候我们用 明相是帮助你看得更细 但有的人 他没有明相 他也能看得细 有时候比你听很多人讲 总之 他不是你听多少 而是你觉悟多少 所以你对世间有一种 越来越 我一直跟他讲 一种了然于心的那种觉悟 放下 这是最容易往生的 你要是只是说也要往生 但你其实你的身心一切处 充满了说破的气息 你听我 听懂吗 就嘴巴是要念 阿弥陀佛 可是身上焕花的是 说破味 因为刚刚吃完臭豆腐 刚还贪吃什么 刚还起烦恼 刚才还怎么样 念我念念念念念 对所有身心一切那种气味 还是说破味 没有 我们讲说 修行要有气质 但你焕花出来是葱蒜气质 对不对 吃葱蒜的有人不感觉 有时候我们靠近 哎呦 怎么那个味道 对不对 你有时候没感觉 可是实际上有味道 像那个抽烟抽很久的 一靠近 这味道怪怪的 是不是 气息 那我们在信的 我们身上有贪息 有撑息 有鱼吃息 这个息会透在那里 那我们现在修到很好 可是你看 人天息 但没有解脱息 你这个人内心里面 有带着一种光 有一种清净善良的 但这个清净是加上有相的 不是那种离然清净的 所以这是有相的 有脸拙的善 人天 对世间有更深刻的观察的 这是清净的 艳离的 这是净土喜 我们身上会透露出味道 我不是讲吗 我们的八四 我们现在长成这样 这样起这个起心动念 其实一分一分 都在展现我们自我的 只是我们自己也在 我们也是烦恼中人 所以看不到 但如果你的身心 越来越淡的时候 我们身上 其实都会透露出那种气息 所以要悟心 悟心其实就是 对世间的一种觉悟 那这个觉悟 其实用种在净土上来讲 放在净土上来讲 就是什么 一种身见说破过漢 身见净土功德 就是那个悟 就是心燕心 直接说 出家再家 你说我们再家宽一点 没关系 宽一点 就是我从20分开始 没关系 你20分开始 后面还有80分 要等着你修 出家一开始难一点 一起跳50 比较难 但问题 他后面剩50 我的意思就是说 生死都一样 没有分出家 在家都一样 要突破的问题一样 你精不精进 应不应重 直不直接 就差了 简单来讲 你要不能真正放下的话 管你出家再家 因为那个生死都是 你自己造出来的 旧世间论 则在家则一切 侍奉天理行去 就是照着 我们的人伦道理 这种是非观念作曲 但后面有 而隆枯得失 近乎前缘 这个就是一般不容易的 我们在家就行五戒十善 对 可是后面这个比较难 隆枯得失 近乎前缘 如梦如患 如炮如云 物以动念 使命真行 即便在家 那为什么要这样看 因为它结果一定这样的 你甘愿的话 早点把它放下 近乎前缘 那你不甘愿的话 最后它会逼你 近乎前缘 不甘愿的话 它就因为这个 不甘愿性继续执着 甘愿的话 多点空间可以选择 是不是 你说我现在要关如梦幻泡影 那谁可以 你人生到最后就是如梦幻泡影 不是吗 管你关不关 反正最后就是如梦幻泡影 你挥得事实来逼 逼到最后 因为反正你也没放下 所以就在梦幻泡影当中 继续轮回 不管你关不关 都是梦幻泡影 聪明的先觉悟 不会被它困住 笨的就继续梦幻泡影 所以修情不就是一个事实 是吧 好 那我们因为是在家 所以我们有在家的行使 我们不一定 我们不一定要受出家法的规划 但出家法的规划 其实就是帮助你导向什么 能有所觉悟 那我们的在家呢 我们守的是一般的在家的法 但问题 在家法毕竟是在家 在家法 容易不容易看到世间如梦幻泡影 不容易 因为它在家 出家终究也要关如梦幻泡影 但因为它出家 所以它离如梦幻泡影 稍微靠近一点 那无论如何 都要这样 或者的话 还世间多所著作 多的一些爱 取啊 照做的 有啊 就说婆 所以我很想就是说 我们自己个人自己思考 你现在还有哪些关爱 有些关爱是不能一下放的 什么 早上打板要去用早载 中午打板去用午载 这个关爱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身体还在 所以这个关爱大概没办法 为了它 为了要吃饭睡觉 所以你要忙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那个草 一想到 你又要在这样环境里面 觉得难得一个月搁个草 当然我们忙完刚好可以 念完活搁草 不然就让它长 我们也可以都不理它 都让它长 要不要试看看 那这个时候就很多蛇 那你们要养 培养出六蛇的功夫 你们可能就 有时候不要割 久了以后回来 必须要剥草 然后剥剥剥到大殿去 因为都是草 对不对 那那个盲草越来越粗 恐怕也剥不过了 为了维持一个单纯的环境 也是你生活上需要 你就必须要付出 可是这个怎么办 就来讲 这个力道资产里面谈了 多的 额外要管理 但用不到的 能舍赶快舍 因为那只会妨碍道业 有时候我们想很多 有些是一时好心 有时候一时兴趣 好奇 但这个标准也没有 也很难就立出一条线出来 但我们自己要衡量 为利益众生 弘法利生有用的做 除此之外 尽量减省 或者的话 你会耗很多时间去蓄积他 经营他 管理他 白白浪费时间 然后到最后是万般带不去 这叫吃饱没事干 撑着 那我们呢 这是团体 团体要这样 那个人呢 自己想 能审则审 也不需要你修苦行 不用了 我们现在这种根性修苦行 你很快就会苦恼 但我们 我觉得依以自己自觉 能审就审 能审就审 就是说 我也不是一个多伟大的人 但我只要够我修行就好 这一点自觉要有 或者的话 你这个习性 如果这边也重 那边也怪 这也要 那边用到最后 你忙不完 你发觉 你这也要挂爱 那也要挂爱 这也要挂爱 那要挂爱 白白这样 全部挂爱完了 这一生 也挂爱也对啊 可是意义在哪里 是吧 意义在哪里 我现在就很会想问 意义在哪里 所以说我们现在 试着应该怎么样 荣枯得失 敬付前缘 现在就开始练习 对不对 你想要当一个真行 修行真行 真道人 现在就练习 个人要放多少 自己衡量 这个不要人家跟你讲 你要再放 我觉得修行 如果样样都要人家提醒 也够累的 是吧 讲久了你会烦 自己自己 因为修行自己的事 生死是你的事 所以你现在开始要观察 利益大众是的 多事多业 但自己的烦恼 少失业少恼 是吧 那利益大众的事情 要看轻重 要看真正的 不要被外表的东西给欺狂 这个东西怎么样 一个原则 自己练 自己去揣摩 有时候讲没用 试看看 后来发觉 慢慢能掌握轻重 那怎么标准 就是说 当你什么理由 都为了要弘法立身 要来自渡人 好好好 经过一年两年 自己再衡量 三年四年衡量一下 发觉十年二十年 怎么都一样 有问题的 你再做梦了 对不对 趁五常还没来 因为五常正在午休打瞌睡 不要让他起床 一起床晚了 嗯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要很务实的地方 这个必须要拿到自己身上去观察 好坏 别人也看不出来 那最重要还是自己 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 贵样 一将身外事 并此身 四肢百孩 尽情放下 使空无遗物 就是我们对我们身上的这些东西 尽可能怎么样 身外之事 只身四肢百孩 尽情放下 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些 有没有深道理 其实都有深道理 我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八大人杰 只是讲白一点而已 我觉得就八大人杰 是不是 把八大人杰偷上去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讲念火怎么念 就是这样念 你看我们现在谈到 当然主事大德还有很多地方谈法 但我们在这里挑出来 就讲说 你对你的身心 我们为什么讲说四边际 饮食 卧剧 医药这些 尽量乐断乐修 很好要断恶修缮 乐断乐修 然后其他的饮食 卧剧 医药 能省就省 够用就好 边际够 不够会苦恼 太多会苦恼 就是你拿刚刚好 其他的 就是这些东西 试着要放下 然后我们对这个身体 一切不得已要照顾照顾 但不要一直在挂爱这个 你看他的 若必不可歇者 全且歇下 待后处之 就像我们现在念火 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暂且歇下 所以我常讲就是修行 这个少量多餐 因为多 如果你尤其在家 你要歇得太久 像我们这个一个月的 就不容易歇 就是退休才有哪能来歇 或者要上班了怎么歇 年轻人要这么不可能 活十四就越来越不容易歇了 活三十就歇不了了 因为就必须要 所以说越长 对一般人 执事多的 挂爱多的 就越不容易 好 那我们现在用一种方式 就是少量多餐 十分钟总可以吧 十分钟不行 你没那么用功 十分钟 我们有的人说 我要珍惜十分钟干什么 我说你没那么用功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暂歇下来 十分钟 这个十分钟 就把自己的心 全部尽情放下 就十分钟 我有很多事情 我有些东西 我的责任 你没那么伟大 你死的 我最多哭一下 就过他的日子了 前面不是讲吗 好珍惜 怎么样 到最后不是到了 前面不是刚讲 唐宗哭脏 对人也受苦息 自家也受可惜 依然言笑自如 我放心 你死的 你很伟大 没有 死了一下就忘了 最多是对年 再做一下而已 就这样而已 有的稍微每年纪念 但也不会太久 因为大家忙 就不要在乎太多 不要在乎太多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 世间近乎笑谈中 我们一开始就要学 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用十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就将你的身心 全且歇下 暂时放下 没占你多少时间 所以这十分钟 好用心 那如果有缘的 像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三十天的 那你就必须要 平常就懂得放下 或者的话 这三十天下来 你很多都会挂癌的 是不是 如果你做大生意的话 你还要考虑三点半 像你如果是大老板 就要考虑什么 员工薪资 是不是 这些东西很难放下 很不容易 所以但我们必须要学会 尽量找时间 待后处之 待后再处理 妄想赐不能治 当念火树身压福之 刚开始 跟他抗争 这个抗争 当然必须要 护以这个阴生的一些意义 加重再加重 有时候 有时候道理也转不通 那只好死死地跟他定 有时候工夫是要靠死工夫的 我们现在不断地加重他的内涵 那有时候内涵内涵 其实有些时候是怎么样 不管他了 就念下去了 只是你的心如果是阴重 加上你那个很坚决的心 这个心就容易把它克服下来 有时候真的是要这种硬功夫 世间龙华富贵 异不过 片时间时 是不是 你看我们 转眼间六时 都可以回忆 都没了 是不是 我们活三时已经过一半以上了 转眼间过一半了 回头一看没了 世一过 密意水减 没了 你还能念几世不知道 对不对 要念 要打坐 不要 反正要不要 都过了 有念火的 没念火的 反正都过了 什么也没了 但夜水深 是不是 很现实 辛苦辛苦熬过也过了 不辛苦也熬过了 也过了 过了反正都没了 但夜水深 对不对 刚开始有好多好多怪 过了 没了 你看 世间荣豪富贵 亦不过 片时间事 恶难苦恼 亦不过 片时间事 疏忽便无 一刹那 急速 没了 这些东西 当下 都很难放下 回头一看 不放下 要怎么样 也没了 可是在当下 又在乎 所以我不是跟他讲 最可怕的是 每一刹那都象征 可是每一个刹那的下一刹那 都已经告诉你 它没了 是不是 其实你每一个刹那 你就活在每一个刹那 当它为真 过去的没了 未来的还没来 现在其实也没停 可是你就被这个眼前没停的东西 帮你连串着过去跟未来 因为现在是过去来的 现在可以感应未来 可是其实过去是不是早没了 未来也还没来 现在呢 刹那变化 可是你就在这种假象当中 变化当中 一直不能放下 那稍微冷静下来 回头 没了 对不对 没了 就没了 且万般皆属前缘 非人力所能奈何者也 尽情放下一心念火 自主 自主 是不是 这句话 就是尽情放下 这尽情放下就功夫咯 是不是能不能尽情放下 这也不是大气破了 哪里尽情放下 是不是 我都不要 然后就开始在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开始修行 就准备OK棒 怕割伤 利油精 万精油 然后必须要准备 现在天气热 怕会 要是热了会中暑 中暑包 还是冷了呢 第一个要戴帽子 要携带围巾 都可能发生 就这样刮刮刮刮刮刮 吃这个不能吃太多 这个对身体 你这个热的不行 这个对冷的不行 这个多不行 这个少不行 我要补充维他命ABCD高咖地 什么都有 现在我就干这种事 都应付他 可是真的很烦 但不要一直在过来 是吧 这样没完没了 等这个应付完了 他把你骗完了 完了什么都完了 是不是 就是过一辈子 就不但争争到一下 这样冷爽就好了 什么也没了 对不对 比来比去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想说 尽情放下 这个其实不是你想放就放 所以我还是加上 没有智慧 要么看出 因为前面那个尽情放下 他是有前提给你 什么给你 他说 荣华富贵 不过片时兼事 恶难苦恼 亦不过是片时兼事 他给你这些答案 给你这些理由 告诉你尽情放下 是吧 不然你光尽情放下 你放得下 所以佛法在放下当中 我们有时候在讲很多道理 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居士 面对他家人往生很苦 我们每个人听了都心很酸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他的孩子往生 其实我们听了都很不忍 我们自己家人走 我们也都一样 是不是 但我经常讲说 那不是无情 而是光情能用 就像那个 我就举那个 五五反护卿 孩子死了 护卿没哭 那为什么哭 他说哭有用我就哭 哭没用 这就是人生 但我们如果不放下这个情 继续爱取有的话 是不是就继续轮回 所有的情缠纠绝在这边 只能让你更加的轮回 不是吗 所以有时候带着这一份 更深刻的觉悟 自己 尤其是自己 别人也不能控制 你要知道 一时音言 随缘音化 时间到了 再利用时间到了就放下 理由在哪里 你也提不来 因言生灭的 你提不来 提不来 你不放下 那不是害了你自己 就是利用这个道理 念活当中 你不然就 思考一下 就是 龙华富贵 恶难苦恼 再过来 青春年少 那不都一用 是不是 再过几年 白发苍苍 齿牙动摇 是不是 所以我才要说 事情用个照片 然后再加个镜子 看看 其实你是一直在变化的 我那时候人家还给我一张 我大概是出家没多久去金色开始 我那时候正年轻 那姨虎呢 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 哪像我这样 哇这样 以前 眼观鼻鼻观心的 那姨虎很可爱的样子 很想捏它一下 曾几何时 一个刚出家的样子 现在变黑鸡丧 对不对 就在一个桌 上面好像也有白花 那个下面我还有 那看起来觉得 哪来看也很有意思 转眼间 对不对 现在想一想当初出家的念头 那时候用心 总一下子 你如果不会这样看 你不会感觉 你看当初 当初 现在 现在 东 三十几年过了 是吧 是吧 万般皆属前缘 我会讲说 有一次参加一个 我也要去演讲 那见到很多 已经有一二十年没见到 那个印象 跟你以前 留在心中的印象 都差好远 以前大家见面 在二十几岁 二十来岁 三十岁 现在都 都变了 都变了 有时候见到同学 三十几年没见 那变得更多 变得更多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就只有 跟老人一起讲话 慢慢跟年轻人 老的归老的 我们已经属于老人 老了 六十的不是老吗 老了 其实有点不大愿意承认 但你不承认别人 都把你归为老人 因为有时候 那个报纸写说 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老人 我一听到 五十几岁的老人 那不是很好吗 不是这很正常 我们倒也无妨了 只是说 不管你的心 现在还是保持着年轻 还是如何 终究时间过了 是不是 所以 尽情放下一心念佛 下次可以写这个字 送来 尽情放下一心念佛 不错 不要光声音而已 尽情放下 再过来我们看 问 一心不乱 一日七日 极得往生 或一日七日内一心 死后互不一心 可得生活 这个我早讲过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没听过 如果说没听过的 滑大了一个月 有讲过了 我现在不是我念了就一心不乱 结果我后来就没有一心不乱了 那我干脆临终前来念一心不乱 不然我现在二十岁念一心不乱 我到八十年 八十岁死 我六十年我要撑多久 那很酸的 所以我灵练临终前 最后几年再来念一心不乱 那以后控制他 不用脱太久 那现在我二十岁就一心不乱 那我还撑多久 那不行 所以我经常问人家这个问题 他们就讲说 就是类似这个 你看 这个问题你看 明朝就出来了 可是他的讲法怎么样 他的讲法不像我 我待会讲我的 我的比较亲切 既能一心以后 心急少善 定不至大善 如果你能一心 那就最多少善 稍微善 但不会大善 如言之三位不为人 难道三业后便是恶人吗 对不对 这个言回 这个三日 就是三月都能维持这个心正念 那三月之后就突然变坏了吗 不可能 此等人心中 众有望生 如鸿鲁连雪 为自己化 焉得不生 就是说 这个因为鸿鲁当中 那个雪飘下去不是燃了吗 就烧掉了 他讲这个道理 可以 但我另外一个道理 我的道理是怎么样 我就举例一个例子 像譬如说 我 我七月要到马来西亚上课 那我就先跟旅行社定好 我七月去 那如果你们没有接送的话 当然有 那我就讲说 那请旅行社到那一天来接我 他说好 然后我过几天我就问 你那天会不会来接我 他说 原则上应该会 他说为什么原则上 你这样讲让我不安心 你到底会不会 照道理 原则上 应该有可能来 你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的机票钱还没付 你是说要去 但我们钱还没收到 钱没收到 收到我当然会来接你 不管是接送的费用 或者机票费 你只要付了 我就来接 对不对 哎呀 对不起 我忘了 我说要去忘了这个 所以我钱没给 我钱一旦 你等一下我就费款过去 那一天你会来接 No problem 一定来接 为什么 你钱已经给我 我收到了 好 那钱只是一个表征 其实就是 你要出去的新决定 好 我钱给你 真的想要去 真的给你 从此之后我就散乱 跟人家聊天 做其他事 但会不会改变 我某夜某日 要出国红阀 不会啊 除非有很大的 别的事情来 正常化会不会改变 我的决定 为什么 因为钱负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一心不乱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们比较着重的是 表象上的专注 而不是内心上的决定 是不是 你看我从当兵开始 是不是就想退伍 我当兵一进去 就一心不乱想回家 可是没办法业力 所以我在金门当 天天数馒头 数到最后 中间我以为 吃进到金门 那个山外 山外就是街道 也去看电影 也吃什么 都有 你中间散乱 你一定没想回家 没有 我是抱不回去 我只好在这里 偶尔放假 到外面 其实基本上也没什么好 现在可能比较热闹了 以前没什么 也没什么好干的 就是吃个冰 然后看个电影 然后无聊 再回来 回来就是睡觉 赶快把这一天麻痹过去 就赶快希望赶快退伍 是不是 可是我即便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改变我的决定 没有 所以今天如果你一至七日 不用一日 如果你的心下定决定 再久也不会改变 可是如果你只是表面上念的专注 可是心不决定 只是表面上心一直没有外援 一直念 这个到时候 你讲说 经过心极少善 定不治大善 有啊 有的人到时候就善了 有的人之前念佛念得非常好欢喜 然后因为知见不稳 经过人家随便讲一讲 到最后 没了 大善 善光了 但最重要 所以这个念佛之心 最重要是那个决定心 所以我们现在念的 练习的就是那份决定心 我如果知道 假如我现在 已经对世间荣法户贵 都是 不过是骗时间事 我对这种 所有事情 我有这样的体会 事实在 不会改变 所以我一直跟他讲 道心要建立在事实上 因为事实存在 道心不会改变 如果你的道心 是建立在一种想象 别人鼓励一种龙同 那个情境一改就改了 但你如果经常看到 人世间这些 深深灭灭的事情 这是事实 你基于事实而体会的东西 不会改变 这种事件不值得留恋 这菩萨道的 甚深难得 我这个悲心 这份菩提心在 不会一直改变 可能我会散乱 我就经常讲 我们重点 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临终能更专注 能再不管是观念上的 知见上的一心 连定上的一心 这样 但至少先做到什么 知见上 决定心已经有了 我先决定这个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讲 我们要求两个一心 一个是 在内心知见上决定了 再过来 利用这个心已经决定以后 开始练禅定的一心 把一些维系烦恼 再把它挡住 但不能只求表面上 表象的专注 内心其实是 偷偷爱染世间的 这个没什么用 到最后就算了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一心 就往这边谈 那这样的一心里面 再怎么变化 我早知道了 这个世间 我留不住 我留不住 我千万 既然留不住 我这个念头 我必须要守着 我不要到最后 依然为这个留不住的身体 把所有心思都耗在里头 却不知道 这是重要的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为了那个 你提不起的 结果耽搁了 让你本来可以有机会 掌握的 竟然白白浪费掉 是吧 这其实是智慧上的抉择 所以我讲一心不乱 就这样 我做好决定了 那我就算开始玩乐 我当然不是 我们公屋还不到 你一玩乐可能就散了 我的意思 你如果真决定 所以为什么 有些老菩萨 他讲说 我临终不用住念 有的人你临终不用住念 那是狂妄 有人就这样 说临终不用住念 一讲这句话 我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没那种功夫 你怎么可以不住念 因为你现在 其实很飘摇的 但有的人他很笃定 其实从他的身心看到 他对身心世间 他不大留恋 这种人说不用住念 我们信得过 因为他的身心告诉我们 他不大受外面的东西动摇 但我们如果这也挂爱 那个挂爱 然后到最后讲大话 就不要说住念 其实住念不是阴神 但你显然 这时候还不能自主的时候 必须要实时有人提着 这就是为什么 初学者一时不要离开善知识 你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 还不问 还需要有人叮咛着 不过你一个人出去不行 你如果可以的话 何必留在一个地方 就这样的道理 好 我们今天到此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借供成佛道 阿弥陀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